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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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呢 因为蔬菜的酸食纤维可以提供我们饱腹感 占据你的胃 就不会过量摄取其他食物 正餐方面其实不太难做到 比较麻烦的是零食或粘并 而且多半都是高热量的 所以尽量有意识的吃 要控制好分量 尤其是要去各家各户半年的 不要每样都试吃 要注意分量 选择方面也是很重要 坚果类 比如说开鲜果 腰豆 杏仁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选择 只要是不要调味的 或者是一些风干蔬果 没什么 调味的基本上是ok的 还有记得喝够摆开水 含糖饮料就尽量避免 或者是你就限制自己一天喝一杯就好 反正正餐还是要吃 一些人会吃零食或者是年饼当正餐 这样子可能会摄取不够的营养素 多数都是高油高糖的控热量食物 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 很简单的就是跟着健康盘的概念就好 尤其是蔬菜一定要摄取足够 一些人在新年期间会便利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摄取足够的肾脂纤维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没喝够水 如果你真的是要把新年零食当正餐 比如说早餐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过晚年了家里还有肉干 那你可以用肉干来夹面包和生菜 或者是再加一粒鸡蛋 这样子就会有碳水有蛋白质 也有膳食纤维 算是均衡的一餐